中文字幕 華爾滋 何果棟牧師其實是一位很偉大的牧師 當時是全香港第一位被案立的患牧師 真正是他的兒子何啟 他能夠打入英國殖民統治者 這班上流社會 可以說進入到這個階層 我們看得到何啟 又可以依 又可以釋法律 這些人亦都是香港華人的精英 不可多得的精英 1842年香港割讓給英國 最早進駐香港的英國人有軍人 商人 殖民官 還有傳教士 鮮為人知的是 這些傳教士裏面有一個華人 何福堂就是倫敦傳道會的其中一個人 他的身份特殊 在廣東南海出生 在南洋長大 何福堂早年 他在這個地方 隨著里亞國 他在馬六甲倫敦傳道會 然後才過來香港 他其實跟李格國牧師 是差兩歲 他到了英華孫的時候 何俊善 何福堂已經會講英文 他英文和國學都有根底 所以他能夠接觸到里亞國牧師 里亞國牧師是香港開埠早期的一個重要人物 他是舉世著名的漢學家 他譯著英文的四書五經 影響非常深遠 里亞國在1839年 被倫敦傳道會派駐馬六甲主持英華書院 後來就搬來香港 當時並不是中學 而是基督教的神學院 何福堂三年之後 在這裡成為了香港第一位的華人牧師 之後里亞國在香港又創辦了中央書院 成為香港公共教育的始祖 當時香港的環境都不是很好 而且中國人也很少 甚至教友所接觸的 或者我們教友都是低下階層的 所以他的報道 傳教他根本不可以建立一個教會 所以英華孫就成為他們聚會的場所 甚至他們借用了西方的大石儲教堂 大石儲教堂即是今天在半山堅尼地道的遊靈堂 成為倫敦傳道會牧師的何福堂 一邊在華人社區裡面傳道 還要幫里亞國牧師 處理這一間主要以西方人為主的教會事務 除了這個我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問他還做了些甚麼 他去內地宣教 他又將英文聖經翻譯成為廣東話聖經 當時沒有中文聖經 因為他們的西教士來到 何福堂就將聖經翻譯成為廣東話 是甚麼的 你過來吧 耶穌在那裡的 即是很地道廣東話的聖經 我問原來他做過一些這樣的 這個就是我的大伯父 是我爸爸的哥哥 他去了美國都三十年了 剛剛上個禮拜就回來香港 何福堂的兒子就是何啟 我的爸爸就是何永乾 我記得一代嗎?四代 四代 香港的家庭差不多是起手的家庭 香港人對何福堂家族的認識 更多是因為他的兒子何啟著事 何啟創辦了香港大學的西醫學院 又是孫中山的啟蒙老師 在英國租借新界之後 首先推行在九龍灣填海 這一塊填海地就是日後的啟德機場 何福堂牧師和妻子一共養育了二十一個子女 子女眾多怎樣生活呢? 百多年來 何家流傳了一個港督刺地比何福堂的故事 港督就跟何福堂說 叫他自己去… 喜歡拿多少地就拿多少地 有點像聖經神和阿巴拉罕說 你看到多少都是你的 何福堂就去買了兩毫子的白粉 可能麵粉 早上早起床他就去香港那邊 他就去審那些白粉 他走到哪兒就審到哪兒 兩毫子審完的那些全部都是他 這個就是我們家族這樣聽下來的 這些地契是何福堂家族一直珍藏的 賣地給何福堂並不是港督 而是一些平民百姓 經濟有困難又或者想謀利 要將房屋土地轉讓 但是為何要將地賣給何福堂牧師呢? 那個時候裏面因為何福堂牧人 是通曉英文 就認識那些 無論西木也好西人也好他都熟 因為牧師也有地位的 香港也有地位 中國人不懂英文 又想買地想發展 那麼你起碼都要找懂英文的人 變成一種代言人 或者可以說變成一種經紀 但是時局變幻 何家子孫後來紛紛離開香港 這些地契又得不到政府承認 一早已經變成廢紙 所以有段時間 他們是有一班人去了上海的 所以那時候的通訊沒有那麼發達 就不知道原來香港是可以去換地契 那麼我們就去沒有換 所以現在這些地契其實就沒有效了 《荷里活道》和阿爸店街交界的這個紀念牌 訴說了何福堂家族 和香港華人另外一段動人故事 何啟在1887年創立了全港第一間 為華人提供西醫治療的醫院 阿麗士離製醫院 就是今天在大埔的 阿麗士何苗寧拿打素醫院的前身 何啟在12歲已經符合英國倫敦讀書 在20歲已經拿到第一個醫學學位 期間也有很多女生愛戴她 但有一次偶然機會她認識了阿麗士 但她也明白了阿麗士的年紀 是比她大了七歲 但在這個情況下 也沒有改變到何啟對她一往情深 在這個情況下 阿麗士亦和何啟雙雙回港 在1881年回港 1884年不幸喪生 何啟非常傷心 她傷心之餘 又決心興建阿麗士離製醫院 來紀念她的亡妻 建醫院不是建立又可以建立 有很多的包含了你 要請教授、哪些組織、哪些校長 其實這群人都要效賴倫敦全道會 阿麗士離製醫院 為貧窮的華人開啟了西醫大門 當時大部分華人只是信任中醫、中藥 何啟盡心盡力 為醫院添置醫療設備和器材 慢慢贏得華人信任 醫院在幾年之間就要確見 有研究說 何啟因為這樣耗盡家財、家道衰落 事實又是怎樣呢 我未曾經見過何啟 因為她是我的祖父死後 然後我才出生 所以沒有人告訴我她破產國 但沒有人告訴我她有錢 只知道她賺很多錢 因為她也有做地產 她也有做發展 她剩下的利潤 她也會去做慈善工作 去做革命 何啟創辦的醫院明星遠播 在這個基礎上 她再創辦了香港西醫書院 吸引了孫中山前尼求學 她很想利用這間亞利士醫院 其中一個部份 可不可以培育一些 從中國來學醫的學生 以至到這班人 得到醫學的知識之後 可以更加廣傳出去 這個作用就很大 因為1887年 正正好我們的孫中山先生 在廣州博製醫院讀完第一年之後 他1887年就過來香港 就在這個西醫院讀書 一讀就大概讀了五年左右 去到1892年之後就畢業了 宋皇台是九龍新界第一個公園 跟何啟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啟得機場 又跟何啟無關呢 下一節再說 現在我們小身的後面的位置 就是宋皇台的一個大石 現在我們這個位置 不是當時的正確位置 正確位置是飛行總會 他對開停車場的位置 來這個位置大約是300呎左右 吳占士是飛機發燒友 小時候就很喜歡飛機 二十多年前開始研究啟得機場 對何啟的歷史產生興趣 他發現原來啟得機場的故事 要先從宋皇台講起 香港一直流傳著一個故事 南宋末年 援軍攻陷隆安 南方的福建 廣東 成為抗議援軍的戰場 據說 惠王宋帝炳 就在香港的境內駕崩 新安源氏也記載了這件事 於是九龍就出現了一座 聖山紀念宋帝炳 而何啟 正正就是第一個 在立法局提出立法保護聖山的人 在九龍城區裡面 所用的建築石料 在香港當時不足夠 很多建築界的人 就看中了這些大石 可以作為一個建築的材料 由於這樣的話 當時立法局的華人議員 何啟先生 他就信書在立福會議員裡面 議案禁止在聖山上採取任何石材 最後立法通過了 何啟成功保護這個華人的集體回憶 反映了他的威望 也是英國人希望籠落人心 深遠的背景是當時一場導致一萬三千人死亡的大瘟疫 香港開浮之後 華人人口增加 洋人就住在半山 華人被迫聚居在中上環一帶 衛生情況惡劣導致爆發大瘟疫 事件令到港英政府非常不光彩 1998年拓展了這個新界之後 其實有些人就說 那個地方重新規劃 處理方面應該是怎樣呢 政府其實有一個看法在這裡 他就覺得有鑑於中環、上環 那些早年不是很規劃的情況 避免要重渡洗太平街的事件出現 他就很想在市區裡 去結納一些所謂市費 這些市費起碼比較開揚一點 因為何啟他會覺得 為何要保留這個地方 既可以給人休息 但是亦都可以考慮到 殖民地管治香港 是差不多50多年了 他都應該在這個地方 去建立一些所謂歷史的光環 在那個地方如果你說 有些歷史的追溯 大大方便那些人 在這個地方聚居的時候 有一種的認同感在這裡 成功保護了宋皇台之後 何啟聯和商人歐德 向政府提出在九龍灣填海計劃 這個填海比歷次由港督主持 的港島填海計劃都要大規模 而且所有填海的地 都是在界限街邊界線而筆 這些土地在九七年之後 將會永遠屬於華人 何啟希望發展花園城市啟德濱 分三期興建為數 大約二百棟的花園洋房 給有錢的華人居住 這條明渠在啟德濱 當時最主要是收集九龍城 和啟德濱的污水 是排污的作用的 其實現在你看回啟德濱的位置 其實最主要是在這條明渠 這邊就是啟德濱的位置 左邊就是空軍機場的位置 亦都可以從這條明渠 分野到當時的啟德濱和機場的不同位置 何啟和合作夥伴歐德 未能親眼看到填海工程的展開 他們在啟德濱動工興建之前已經離世 但為何後人要稱這塊地為啟德 甚至香港皇家空軍的基地 都要叫做啟德呢 當時歐德成立一間啟德營業的公司 建立啟德濱 這個地方也成為九龍城一個地標 當時的華人很多時稱這個地方 很多時用啟德這個名字 就如同今天稱呼美呼一樣 你會看回當時在英國的機場裏面 大部分都是用地名的形式 亦都不會用一個默塞的機場的名稱 從而引伸到啟德機場仍然用到1997年 7月6日搬之前都仍然沒有改名稱 就是這個意思 啟德濱在香港的歷史時空 只存在了20年 他的接駁巴士曾停泊在尖沙咀碼頭 是全港第一個提供巴士服務的屋邨 裏面設施完整 有七條街 著名家民生書院都是當時的配套學校 一眾發展商都是當時香港有影響力的華人 包括何福堂的外孫 中國著名外交家 五朝書等人 但他們的洪森就遭到重挫 1920年香港爆發連串大把工事件 結果啟德軍第二期工程難尾 去到30年的時候這塊地就真的好像沒有人理 結果就被政府暫時叫做托管 有些飛行公司在那裏就看到 這麼大的填河地不要浪費了 不如我們做那些飛行學校 有一段時間是做過一段時間 誤會來的 在任何文章也都沒有記載到 啟德機場是紀念何啟能勾德的 由於政府是以接管形式 收了啟德賓的填海地 啟德機場搬遷之後 有報導說何福堂的曾外孫 考慮循法律途徑 向政府追溯啟德的使用權 但何啟的子孫就不同意 除了這樣 啟德機場沒甚麼特別 所以你說有甚麼大影響 你根本可以說都是普通人 我也是普通人 他對香港的貢獻 我的感受會帶過 機場只是一個用它的名字而定的建築物 所以我對啟德機場就沒有甚麼感受 何福堂是香港第一個華人的牧師 就是要將信仰帶給香港人 何啟就是將西伊帶給香港人 他當時是華人的聲音 因為當時英國管治華人 很多時候華人都沒有聲音 因為他們又不懂英文 何啟就會代表他們在政府裏面 代表他們的立場 代表他們的聲音 反而在這方面 我會感受大一點 還有聽我媽媽說 何啟過世時 香港都會下半期 他們在街上 一個遊街 港督、政府高官 那些官員都會一齊靈救車走 何啟的花園城市夢想 在日治時期徹底灰飛燕滅 日軍確建機場 首先將聖山上的宋皇台炸毀 大石碎成幾塊滾下山 接著拆射啟德濱 雖然何啟的後人對啟德濱歷史淡漠 但是家族內 流傳著不少關於何啟和孫中山的回憶 歷史學家相信 何啟加入孫中山的慶忠會 以推翻清朝為主旨的慶忠會 成立宣言的英文稿 就會由他起草執筆 孫中山先生去做的革命 以我所知 很多時他們開會 都是在何啟的家裡開的 何啟當時他住在半山那裡 我的伯姑婆跟我說 他有很多個女兒 因為很多革命的份子 他們開會 很多男性在他們家裡出出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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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所以何啟就不讓那些女兒離開家裡 連在窗上看也不讓他們 多人知道了 他們又搬高一點 多人知道了他們在那裡 他們又搬高一點 他們倆都是基督徒 他們倆都是用聖經的真理 去寫他們的文章 而關於很多何啟寫的革命書 香港大學也有得看 是用聖經的理念去改革社會 何兆惠生前仍然活躍在基督教的何福堂後人 是商界事業順利 生活無憂的他 原本對家族歷史所知不多 最初只是想參與援助雲南山區的學校計劃 才開始接觸基督教 何福堂在生的時候 未能見到華人教會的誕生 百多年之後香港已經回歸中國 華人成為主導 何兆惠就選擇在品流複雜的苗間落腳 繼續先祖的傳道使命 聖經都說 我們愛祂遵守祂的戒命 神祝福我們直至千代 其實這個五代傳承的祝福 是不抽象的 是具體的 事實我們教會的宣教來到屯門何福堂 而他的宣女 第五代的宣女 都跟我們一起配合 去認定神給我們這個異象和使命 這天 何兆惠和黎穆斯來到屯門 探訪何福堂書院的學生 學生對早期香港基督教歷史了解不多 但信仰上就非常熱心 有一個牧師來到香港 第一所屯門區的中學 就是英文中學 其實我在學校裡沒有聽過 大致上我也是回教會才知道 何福堂原來就是華人裡第一個牧師 有很多人都會誤會何福堂是一個地方名 他不知道是人名 我跟他說何福堂牧師是一位人名 是我們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 這其實對我們同學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光榮 直至他離開世界都是做傳導的 至於對我的家族 我都希望他們都會秉承這個 我們的家族事業 就是將福音帶到給世界每個角落 尤其是內地 香港金黃湖漢輝是金銀貿易場一百年以來 陰棋最長的理事長 亦都是聯交所的第一屆主席 他的第三制胡京昌 亦都做過貿易場的理事長 亦都是唯一一對的父子都做過這個職位 湖漢輝太太年紀超過八十歲 但她永不言憂 經常回到中環她丈夫成立的證券行 想知道湖漢輝在本港金融市場發展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請留意下一集香港白人 按照詞